刺激 易燃 天入江作士 老債夫才准處做這片插膜 做 successful one can't be a good 也許一模 這些人就是傳統獨木造型 樹樹樹樹 shown 這位老債夫是小組教授 要知道這件事是 必順去搭balanced 不要看這一聲小一模 其中就真相視都是共同ologies 我差不多十幾歲 15、16歲就看他們做了 靠腦筋不是說怎麼做怎麼做 問到來都沒辦法 靠腦筋以前有做過有看過的才有辦法 住在一些沙灘的掃蕉 是台灣原住民族群裡面 唯一當時鼓勇釣魚 跟打爛兩種文化原住民族群 早期他們都是靠獨木舟來進行釣魚 只是隨著時代進步 管說産業行為掃蕉 作為探家主要方式 加上當地圓形專家 出台傳統的獨木舟 讓這項技術免臨沒有人好團成的困境 當然啦 結果決定會輸團 年輕人都沒辦法 因為現在經濟不好 年輕人靠鑽城養老婆 因為我們這個老頭子 沒有人要搶 我們這個就還記在這個腦裡面 不只是尊重 要稍作最驕傲的家人 所顧的就是這個手工製造的目的 它不只是稍作傳統性多工具 就是稍作文化相當具有代表性的產物 只是目前要做的人也沒有這個 現在稍作的家人 差不多都是出自這位老債夫的腳手 也因為要保持傳統的工具技術 所以特別受到當地屬人的喜愛 就是拿著就手捧著舒服這樣子 也不能太粗啊 按照我們那個傳統那個敲法嘛 就是會陶醉在那個文化裡面啊 那個義式含義啊 它很深啊 這樣子教 越教越有起勁啊 這個義足 大概也需要兩三天才做得起來 以前都是靠那個原住民那個山地刀 慢慢砍 稍作流傳來的老商品中 處處可以看到獨木舟 尊重和處櫻 這些傳統器具的製造技術 年輕人多數不賣也沒想到 看在老一輩族人間中是相當煩惱 不知道哪一天這些傳統企業 只可以藥商品還是什麼品中 讓後代驚孫去體會稍作做生 暫時有的領悉文化和傳統地位 依舊王家先拆風報道